304解题说明 本题主要是利用A跟B两种品牌 分别进行第一种跟第二种的测试结果 作为来源资料 绘制统计图表 首先我们看第一小题 先点按A品牌工作表 接着在范围内 另一点按一储存格 利用上方插入 图表选取散布图里面的 带有直线的XY散布图 完成A品牌的资料汇图以后 接着我们再利用上方选取资料 新增 将B品牌的 资料汇入 点按选取范围 注意点到B品牌 B1 再点按以后 接着 数列X值 选取A2 按Ctrl-Shift向下键 到A102 再选取数列Y值 从B2 按Ctrl-Shift向下键 到B102 按Ctrl-Shift向下键 按Ctrl-Shift向下键 接着在新增V品牌第二种测试 按新增 数列名称 注意点按B品牌 移到上方 点按C1 储存格 按Ctrl-Shift向下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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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按Ctrl-Shift向下键 按Ctrl-Shift向下键 完成以后 图表样式选取 样式6 接着利用右方移动图表 建立新工作表 名称 自己输入 比较图表4个字 按确定 第二小题要调整本图表的相关资讯 2-A 设定标题资讯 点按 图表标题 接着在 资料编辑列 自己输入 A与B品牌执行两种仪器检测结果 比较图 不要打错了 按 输入 接着输入 X轴跟Y轴的标题 在图表的右上角 图表项目 点按 将 坐标轴 标题 勾选 就会出现 水平跟垂直的坐标轴标题 接着我们点按 水平坐标轴 自己输入 测试 捐据4个字 按输入 Y轴标题 在资料编辑列 自己输入 变形幅度4个字 按 输入 2-B 要显示格线 在图表区的右上角 图表项目 点按以后 隔线 点选 右方箭头 将第1次要水平以及第1次要垂直全部打勾 2-C 在图里的 右方箭头 点按以后 点按以后 6.0 按Enter 接着往下拉 科度 展开以后 主要科度类型 选取 交叉 按 4 最后 最后 2-1 B品牌第1种测试 将滑鼠移到 B品牌第1种测试 在上方 点按两下 看到资料数列格式 选取 填满以线条 1-1 题目 要将线条色彩 变更为 浅绿色 实心线条 没有问题 到此 解题完毕 档案 另存新档 在EX03底下 将EXD03 改成EXA03 按储存 接着 数颗评分 按确定 结束